草屯镇玉石社区发展协会 每周二晚上都会有专业的瑜伽老师 来到社区活动中心 教导社区内的妈妈们 让平时忙于工作的妈妈们 能够利用时间运动 今天是我们玉石社区新开的班 是有氧瑜伽 那这个课呢 一开班就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参与 那这个成员里面呢 有我们关怀据点的志工 还有我们的长辈 那最特别是还有好几位的男生 那我们很希望说 他们藉由这个的活动 然后让他们的身心能够更健康 因为我们这个老师 他以前有上过 来教过我们的课程 正好我们总算是要推一个有氧瑜伽 吴老师他也是很乐意的 回馈社区教我们 因为有老师来教导我们的话 我们的知识会比较正确 还有来带动的话 大家会比较热络 学员努力的武动身体 用心听着老师的指导 才能准确的达到运动效果 避免运动伤害 想要让运动的学生们 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个机会 学生们大概就是 我们的年纪都会比较大一点 可是我觉得说 不是说年纪大就不能跳笨动 其实他们可以 他们其实很有活力的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 很投入在我的教导方面这样子 那其实他们也很努力就是 一直跟上我的脚步 让我觉得说其实他们就是很有活力 也希望可以带他们一些健康 前议员李作中肯定社区理事长的用心 更肯定老师细心的指导 提升社区内的健康指数 我们的有氧舞蹈对我们身体的帮忙 可以让我们筋骨活络 去血流通 让我们平时筋骨活流软 不去拔肚就很严重 所以说这个有氧舞蹈 还是一个很好 这个运动 要很极烈 老少先祢 我们很希望 我们社区 我们所有里面 共同来参与 来推动这个有氧舞蹈 透过专业的老师指导 不仅让每一位参与的妈妈们 都能够达到运动的效果 也让社区里的活力与照气 更加提升 接着六申 草存采访报导